有一位艺术家在2011年发起肖像计划 用油画记录台湾艺术家的身影 而且他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一张作品 三年的时间已经记录了上百位艺术家 他说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幅画作 这次他跟一位专门拍摄艺术家的摄影师一起展出 带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认识台湾艺术家 被誉为台湾一坛解研的第一人吴天章 当代艺术家杨茂林 独立策展人胡永芬 小小的展间成立了上百张的油画 这些都是艺术家李敏忠的作品 2011年他发起肖像计划 用画笔记录台湾艺术家的身影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只是想要让一般的人都可以很轻松地 就拥有一张作品 大概一个半小时 常常有人就聚集几个朋友四五个人 然后就办一个派对 然后就玩画画趴这样子 不只画艺术家 他也帮一般素人作画 他说每张作品都是他对那个人的第一印象 其中最后几笔要勾勒出对方的神韵最为重要 隔壁展间则是展出了摄影师陈明聪 风启炉艺术家的过程 除了艺术家震惊为座的照片 还有抱着宠物搞笑的相片 呈现艺术家不为人知的一面 艺术家在开展那一天 就是说他总是会比较正式一点 正规一点 然后就会比较 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比较严肃那一面 事实上林敏忠老师是非常俏皮的一个人 策展人说用摄影以及油画诠释肖像作品 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这次展出希望能够带民众 用不同的方式认识台湾艺术大师 感谢观看